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 講了這麼多集護膚品,有我最常用的臉霜,肥皂油,臉膜等等 不如今天就轉講化妝品吧 這麼多種化妝品之中,最多朋友想我拍的是關於眼影 其實很久之前我也有拍過眼影collection 所以今天不是細欄,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常用的眼影盤 不算有很多的都有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最常用哪些眼影盤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大家看片都知道,我很多時候都是用啡色、橙色、金色、偏暖色系的眼影 因為自己膚色比較深,很多時候在眼影顏色方面有一點點限制 一些很美,但淺色的粉紅色、粉橙色是用不到的 因為在我身上是不顯色,一塗上去都是變啡色 然後採到比較高的綠色、紫色 我自己是駕馭不到的,是比較嚴厲的 你們都不會看得慣 所以我是名副其實的大地主 基本上10盤眼影有9盤都是大地色 如果你有興趣想看那些五光十色的眼影盤 今天就沒有了 但是淋淋種種不同的大地色是比較日常、比較實用的眼影盤 今天就對了 第一盤想說的,也不是一盤的 總之第一個牌子想說,性價比之算 Colorpop 大大話話都買過十幾盤Colorpop的眼影 最常用就是這三盤了 或者這一盤淡妝的朋友未必會喜歡 但是如果你同樣都是健康膚色 這個秋冬的時候用非常非常漂亮 其中最喜歡的就是它的楓葉色 還有這個閃片,不要看它好像很平凡 你試試加在一些霧面色那裡 立刻通透了很多 然後這一盤就是Double Entendre 你會看到很實用的 Colorpop的眼影雖然不是很頂級 非常絲滑 但是你會看到質素一點都不差 百多元左右一盤,那麼多顏色 真的很划算 特別是很多時候他們一盤眼影已經包羅萬有 打底色,不同的主色 一些眼線的顏色,打亮的顏色,金屬色 全部都有 就算是狗色眼鏡也好 絕對不會抹膚的 這一盤Note Mood也一樣有這麼多元素 這個是紙皮來的 所以大家看到旁邊已經很花很髒的了 如果兩盒來說我會喜歡球鮮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狗色眼影的粉質是沒有12色的那些那麼好 雖然肉眼看好像不太覺 但是你blend的時候就會覺得牙色比較容易一搭搭 你入門級對於粉質的要求不是很高 budget沒有那麼高的朋友 我真的非常推介colourpop的眼影盤 然後很多朋友問我 如果只想買一盤眼影走天癌 上班上學又可以,約會又可以 就可以想想這一盤 它是Too Faced的Born This Way The Natural News 裡面是有16隻顏色 夠了玩了 無論是淡妝或者想化到濃妝也好 這一盒完全可以滿足你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現絕對不錯 顯色度也是很好 它幫你配好顏色 四格四格這樣用絕對不會失手的 這裡可以說是有很多盤的眼影盤組合在一起 眼影的粉質無論是眼面或者是金屬珠光 都不是絲滑會摸上癮那種 但是絕對不粗鞋不會升沙感的 你一滑出來就會看到它的光澤很漂亮 然後延展性都不錯 有少許的飛粉 不過絕對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一盤真是人手一合 用來撐一下身 之後都是很有用的 之後就到這兩盤眼影 跟剛才那些完全不同風格 有時候想走小青新路線 若隱若現精緻的眼妝我就會用它們 它們是來自韓國的一個品牌 是不是讀Daisky 但是Daisky其實是日文 這個是最新的朱古力盤 你會看到就算是顏色那麼深也好 畫出來也是比較輕透一點 沒有剛才飽和到那麼高的 然後另一盤本身對我來說應該是太淺色的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用完它 我也有朋友問我 你今天用了什麼眼影? 很漂亮 這盤是5號色 其實在我身上它的顏色真的不太出色 每次用了它都有人說我很有氣質 氣質這個字通常都不在我身上出現 它的閃粉看到嗎? 很漂亮 但是很有存在感 雖然這盤眼影的最深色不是很深 所以做不到一個很厲害的層次 漸變的效果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每次用了它 整個眼妝的精緻度都會提升 還有人看下去是精神的 然後粉質方面 因為這盤的雅色眼影是算滑的 不過它的閃粉顏色有少少星沙感 而巧克力盤呢 我覺得它連雅色眼影摸下去的粉感 都有點明顯 有少少火粒 有未去到很粗的 可以接受的 不過這盤的粉質摸下去真的好一點 而說起粉質的追求 我很喜歡手上這兩個眼影盤 來自台灣的Kai Beauty 我手上是火星盤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眼影的話 怎麼都要入手一盒他們的眼影 因為真的很好 表現特別是這個金屬色 看不看到這個光澤 因為這一盒的眼影不算很貴 但是它可以做到這個質素 真的非常非常棒 一畫上眼它是不會飛粉很容易blend 然後顏色方面任何場合任何衣服都容易搭配到的 所以又是一個新手 如果你是對粉質有少少要求 不介意給多一點預算的話 這一盒真的必收的 然後到這一盤Natasha Delona的迷你眼影盤 是最新入手的 一摸就知道一定會喜歡 它是極度綿密的 牙光眼影方面摸下去就沒有那麼驚艷 正正常常 超滑 超級飽和 現展性很好 今天我的眼妝都是用到它 你會看到邊界是很容易blend開 因為我都沒有技巧的 隨便拿眼影掃一摸 它就已經blend得很漂亮的了 原來我的鏡頭是移了位 先搬回來這裡 它的缺點是有少少貴 五隻色迷你版都已經要$200 如果正常一個眼影盤 或者是我之前買了一個胭脂眼影盤 還未到 就約$500至$1000都有 但它的粉質 你一摸下去那種滑 你就會明白了 就要看看大家的budget 如果你是很喜歡眼影的話 都一定要收藏它們的眼影盤 是值得的 然後要分享的這一盤 都很喜歡用 很常用 不過可能是限量版 不肯定 現在還有沒有可以買 就是NAS的這一盤 包裝是不是非常漂亮 很有質感 它真的粒粒粒粒 不是print出來的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 這個狗色的眼影盤 跟之前差不多 都是啡啡橙橙的顏色 大家明白我的喜好嗎? 買來買去差不多 但是全部都有少少不一樣 NAS的眼影在我心目中 都真的數一數二 你會看到極度飽和 延展性很好 我又可以把它拉上去 拉下去 是不是超美呢? NAS的珠光色 是沒有Natasha Delona 這個那麼綿密 那麼絲滑 但是整體來說 它的質素 是完全沒有投訴的 是真的所有東西都平均地好 出色度 顯色度 飽和度 然後摸出來的延展性 容易blend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很頂級的水準 如果你說用慣NAS 想追求更高 當然有其他品牌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 你去到NAS這個level 已經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NAS的眼影盤 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限量版 你就要找回自己喜歡的色調 因為我也有買其他的眼影盤 是沒有那麼常用的 這個 是放在這裡 經常一勺到它 今天眼妝就化你了 那種感覺 最後還想分享這三個眼影 它們不是我最最最常用的眼影盤 但是也是經常拿出來 有原因地用的 先說這個單色眼影 它是來自Urban Decay 色號就是Space Cowboy 非常熱門的一個顏色 想要BlingBling的妝效 但是手上又不是很多閃粉眼影 這顆很棒 它是那種水波的感覺 然後底部有一點粉膚色 但是不顯眼 也不會搭到其他眼影 我現在在眼皮中間 大家就會看到整個妝效很不一樣 摸下去還沒有很滑 但是沒有星沙感 沒有火粒感 所以我非常喜歡 另一個閃粉我都很喜歡的就是Bobby Brown 這一盒的Pink Glow Lust Eyeshadow Palette 裡面四種顏色對我來說 是完成不到一個眼妝 其他三種顏色我是比較少用的 這顆叫Oppo 不知道可不可以單買的呢 摸下去它的星沙感是強一點 但是你會看到整個閃粉的飽和度 都高一點 光澤感也是再強一點 大家可以對比Bobby Brown和剛剛的Urban Decay 它們是不同種類的閃粉 來的 輪到試這隻眼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真的存在感高一點 光澤感也強一點 所以就要看一下我想要哪一種妝效 平時的話 Urban Decay它已經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那天我想要閃出宇宙的話 Bobby Brown這個 一定是選擇它 不過我買回來的時候 超慘 這一顆已經掉了 有沒有辦法黏它進去呢 來到最後還想分享 還有Etohouse的Play Color Eyes 它們不是我最常用的眼影 但是如果要拿出去補妝 或者本身沒有化妝 但是晚上有機會要化妝的話 我就會戴它在身上 手頭上的色號是Bake House 我不僅止得這一盤 總之全部都是十隻色的眼影 有眼影棒和鏡 非常之非常之方便 粉質方面我覺得它是中規中矩的 未到超級無敵絲滑 但是又不會粗得接受不到 顯色度方面它也不是非常飽和 是比較透一點 所以更加適合外面的時候化妝 因為如果太顯色 反而難駕馭 一盒裡面又是有打底色 主色眼線色閃粉的顏色 而且是很薄的 就算放在小袋裡 絕對不會佔空間 不是只有這一盤 我有很多不同的色系 我覺得是很方便 配合不同的長盒 不同的衣服就看看戴哪一盤 好了 今天終於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我最常用的眼影盤 不知道會不會悶到大家 因為全部都是大地色 我都不敢說太多顏色 都是偏啡一點 偏金一點 偏橙一點 但是我覺得最容易用 最適合我 最日常 最不會中覆的 一定是大地色的 所以無可厚非它們成為我最常用 都是正路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系列 有什麼產品 我最常用 想我去介紹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很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到 我上載兩支影片 逢星期六 星期六及星期日 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Bye